台湾新冠肺炎本土疫情让全民绷紧神经 面对持续延长第三级警戒 这半封城状态 本土疫情是否趋缓 RT值是很重要的参考指标 有效再生数RT 简单来说当公卫介入之后 民众有戴口罩、勤洗手 甚至是停课避免群聚 而当RT值小于1的时候 就代表着有遵守 RT值会随着时间下降 也代表受到控制 在台湾慢慢会走上 最尽量不要以全国来看它的RT值 也不要以单一的新北市区域来看它的RT值 原因非常简单 就是说过去因为它的感染源 都是从单一的万华的 这样的一个高危险型的情绩感染所发生的 可是慢慢随着流行波的时间的演进 所以它会有不同的流行波数 RT值不能停在医 因为即使目前抓出了一个确诊 但社区内仍还有一个隐藏个案 若拖太久的话会累积病人数 甚至拖垮医院 我们在RT值可以降到比如说0.5 那它才有机会随着时间 这个潜在的感染的个数 随着时间逐渐的减少 不然的话很可能就是像我们目前这种情况是 RT值接近1 所以每天每天还是就有两三百个个案 一直一直不断在举行 大家可以观察到 每天的死亡病例仍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这表示社区中仍然可能有尚未被诊断出来的 感染新冠肺炎的黑数 所谓的群体免疫 必须要至少六成至八成的国人施打疫苗 才能够达到 在这等待疫苗的时间当中 大家能够做的就是减少群聚 以及到处爬爬罩 疫调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 当感染者增加时 筛检会来不及 不太可能有余力疫调 只能先用筛检把感染者找出来 隔离起来不让传染病扩大 一旦发现有这个群聚的现象的时候 应该立刻启动一个筛检的部队 把这个区块或这个城市里面的某个区块 赶快做一个普遍的筛检 赶快找出确诊的人 集中收治 这样子的话才能够减少这个群聚的扩散 另外方面还有一些零星爆发的个案 这就用过去最好的我们的疫调方法 赶快找出精准的疫调 找出它的各个接触点 来做一个打断这个传播的链 筛检跟疫调都是对抗传染病很重要的工具 两者并用的效果最好 那社区感染就像是杂草扎根 会扎得很深 那一般一定要把根拔除 不然一阵子之后又会长出来 所以呢 先要用筛检把感染者找出来 然后再用溢掉 把它后面整个传染链给挖出来 这样才不会有感染者躲在社区 但一阵子之后又大爆发 专家指出高风险族群容易造成重症及死亡 民众等待疫苗的同时 仍要戴好口罩 勤洗手 并保持社交距离 减少不必要移动 才能让病毒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控制 TVBS新闻 钟一伦 陈如环 蒋 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请大家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